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神 指出了以色列一再失败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神要怎么做呢 他还会再次出手拯救危难中的以色列人吗 好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接下去的经文 看看这回神又要拆派哪一位诗师出场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师纪六章十一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 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像树下 约阿施的儿子基电正在酒站那里打麦子 为要防备米电人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电显现 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电说 主啊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电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电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电人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拆迁你去的吗 基电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电人 如击打义人一样 基电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 等我归回 将礼物带来 供在你面前 主说 我必等你回来 基电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 用一一法细面做了无教饼 将肉放在筐内 把汤盛在壶中 带到橡树下 陷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吩咐基电说 将肉和无教饼放在这磐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 把杖头挨了肉和无教饼 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 烧尽了肉和无教饼 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基电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爱在主耶和华 我不好了 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致死 于是基电在那里 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 耶和华 沙龙 就是耶和华 赐平安的意思 这坛在亚比以泄族的 俄弗拉 直到如今 弟兄姐妹 经文让我们看到 先知宣告后 十一节立刻提到 耶和华主动拆派了他的使者到来 十二到十六节里 耶和华的使者与基电展开了一连串的对话 在这段对话中 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首先 在基电与使者两个回合的对话中 基电都以主啊作为他的开场白 然而在原文中 这个语法结构的句子 翻译出来其实是 Excuse me sir 有学者指出 甚至这个片语有时 有一种意思就是 抱歉了 恕我直言 换句话说 虽然基电的话 看似很有礼貌 但实际上 他是在表达他的不同意 其次当神的使者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时 其实也是很有点讽刺意味的 因为基电当时正躲在 酒座里打麦子 这样的行为 有哪一点像是大能的勇士呢 不过这里神使者话语的重点是 提醒基电 耶和华与你同在 可是虽然神这样提醒基电 基电的立即反应 却是一连串 对神的质疑与否定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怎会落入这部田地呢 神的大能在哪里呢 这里我们仿佛听见基电 提高了嗓门 一脸不服气的样子说 现在神已经弃我们于不顾了 是的 这里基电其实是对耶和华 发出了控诉 尽管他还没有察觉到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 就是神的使者 甚至是耶和华自己 但恒久忍耐的神 并没有计较基电的态度 他再次提醒基电 你靠着你这能力 去从米电人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 从前文我们已经看到 基电既非大能的勇士 他也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这能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原来这拯救以色列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我耶和华 拆遣你去的吗 是的 神并非不顾念他的子民 他其实很愿意 甚至是很迫切的 想要拯救他们呢 不过现在神需要基电 有所行动 再一次在excuse me sir之后 基电又换了一套说辞 我没有能力 我什么都不是 很讽刺的是 虽然基电自称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 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但他后来却能秘密地 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 来帮助他 可见基电的托词 是怎样夸大了自家的贫穷状况 或许他家真的不是马拿西支派的首富 但显然也不会是至贫穷的 尽管如此 我们看见神还是再一次提醒他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店人 如击打义人一样 换句话说 虽然米店人如此众多 但对神而言 将他们打倒是轻而易举的事 十七节开始 基电的态度似乎开始出现了转变 他不再推诿 但他向神求一个证据 为的是确定与他说话的是否真的是神 基电所求的印证 与他所带来的礼物有关 一只精选的山羊羔 以法细面做的无教饼 肉和汤 当基电将这些礼物 带到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时 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他 将肉和无教饼放在这磐石上 把汤倒出来 接着耶和华的使者在轻刻间 将这些食物都化为了献于神的繁迹 很特别的是烧尽这些繁迹的火 是这位使者借着手中的杖 从磐石中所发出来的 而那些被烧尽的祭物 也表示神悦纳了基电所献上的 二十一节经文说 在这些祭物被烧尽的同时 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这时基电才恍然大悟 知道刚才和他说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 二十二节指出基电顿时害怕了起来 他突然意识到 与耶和华面对面是有生命危险的 但其实这个经历是神主动给基电的印证 当基电因着所惊艳到的而惧怕时 耶和华主动对他说 你放心不要惧怕 你必不致死 这样的保证 不单让基电惊艳到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他也预示神将借着基电 将平安赐给以色列人 为这缘故 基电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在神的里面就有平安 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对人的呼召 许多基督徒误以为呼召是传道人或少数人的特别经历 但新约上经多次指出 对基督徒来说 在我们在接受主耶稣救恩的同时 也都蒙受了神的护照 就是从罪恶的世界里出来 与其他蒙恩的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并领受神所赋予的使命 像故事中的基电一样 很多时候神会呼召或者说感动我们 去做一些我们原本没有计划要做的事 那么我们是否愿意以顺服回应神呢 又或者像基电那样一再的推托 推托只会延迟事情的发展 推托还会让我们失去经历神大能的机会 其实神所赐予基电的同在 平安的应许 也是神赐给所有以顺服回应他呼召之人的 甚至因着耶稣所完成的救恩 今天的基督徒还享有一个旧约时代的人 所没有的特权 那就是圣灵的同在 神要借着圣灵的同在 赐下平安和能力 给那些以信心回应他的人 盼望我们不只是寻求神的旨意 而且更愿意与神同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查经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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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的 disk dam 点赞 valve valve suspect